哈喽大家好 最近我从网路上买到一个 这个纸外线灯 就在这边 各位看一下 是新的 可是它寄来的时候 很不幸的 这个壳已经破掉了 那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于是我就想了一个办法 我们来把它修一下好了 好那我们先把它拆开来 这个地方破掉了 我们先拆开来 那因为这个感觉上都不平整 那我们就先用一个胶带 把它贴起来 用塑胶带把它贴起来 不然它不平整 这样外观有比较平整一点的 然后呢我们就从内部 来把它做一个处理 那这个要怎么处理 我们就是用这个热风枪 热风枪把破裂的地方 把它这个烤一烤 把它把它粘合在一起就好了 我里边烤的时候 然后边用这个 这个竹筷子把它推一推 让这个溶解的塑胶 互相连横 这边也一样 好这边我们还没有去跟它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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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边 这边都联合的很完善了 好 现在就是等它干了 好 等它冷却了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修好了啊 而且装回去了 那这边破洞是不是就没了呢 那因为它是用相同材质去修补 所以也不会有这个脱胶的一个情形 好 那这样就很牢靠了 好 那这样又可以用了 好 那以上呢 是由我为您示范 塑胶可破裂的一个修补方法 那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了帮我按一个赞 谢谢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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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